你不要看這好好的 你看下這個就裂掉了 一顆顆草莓都還沒採收 就因為連日下雨 加上寒流 果實 水傷 必須報廢 果農冒雨採下 才能夠賣的草莓 但大部分都被水浇爛 整顆發白甚至發黑 受損超過五成 目前228的話 大湖的貨源會缺 在228連假前 結果下了整整六天的雨 整片果園損失慘重 過去苗栗大湖假日 都能吸引4萬多人來採草莓 但是今年的慘況 果農收入將大受影響 採下來的草莓 能夠用的大概不到一半 同樣受到寒流雨災的 還有花蓮高階梨 高階梨樹上有部分結果開花 但這一代代都是沒嫁解成功的 只能丟棄 它的結果率真的是很慘 去年是七八成 今年是不到一成 花蓮受豐鄉今年高階梨開花期 遇上了下雨還有寒流 開花率只有一成 去年產銷般種植面積3.6公頃 產值換算大約有288萬 但目前開花率只有15% 估計值增加大約43萬的產值 損失了245萬 是20年來最慘的一年 運氣好也許可能可以 10公斤的花包的話 運氣好可以賣到30萬 像今年的話 搞不好一萬塊可能就圓梅了啦 另外在台南南西梅林的梅花 今年1月的吉長雨時的灼果率 比較去年大約少三成 但國農表示今年雨水充足 梅子個頭也會比較大 寒流加上下雨 各地區農產品受害 過完年農民迎接的不是新的一年 而是慘痛損失 TVBH 高志宏 謝國欣 顧守昌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